在火力军心中,F-135是最好的战斗机发动机 对于它的由来,完全就是因为F-35的需求才被研制出来的产物 本期,火力军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F-135发动机的魅力 当初在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中 美国国防部的目标是打造一款全寿命周期耗费低联合理 并能同时满足三个不同军种使用要求的战机设计方案 因此,GSF战斗机的设计必须包含常规起降型、舰载型 以及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型等三种不同型号 而且造价不能太贵,要能满足批量生产 最后能满足GSF战机设计要求的 虽然有洛马公司的X-35和波音公司的X-32两款机型 两者均采用了成本较低且能兼顾STOVIL要求的单发布局设计 但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可以满足性能要求的发动机 就只有PW公司研制的F119 PW100发动机 F119 PW100发动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投入使用的 推重比超过10的小含道比加力涡扇发动机 由于两家竞争公司对飞机的要求不同 所以PW公司就专门研制两种略有不同的F119改进型发动机 来满足洛马X-35和波音X-32战机的需要 洛马的代号是GSF F119 SE611 波音的则是GSF F119 SE614 同时因为洛马和波音在制造GSF机体时 所采用的垂直升力系统方案不同 也导致这两种发动机之间存在些许差异 如波音的方案采取的是类似海洋战机的 多个矢量喷管下偏垂直起飞方案 整体看起来比较复杂 X-32在垂直起飞时会使用多个引气管道 将发动机燃烧式出口燃气 引出到位于飞机重心位置的向下喷管 从而提供垂直起降的主要生理 同时X-32还有数个小引气通道 它们将发动机风扇和加力燃烧式的气流 从旁引出 为飞机提供生力补充和姿态控制 而落马公司的X-35 则采用了发动机主轴驱动的生力风扇 和发动机喷管下偏转来实现垂直起降 最后在经过一番竞争后 GSF战机最后选择了以X-35的设计作为基础 而其动力系统也就继续沿用了 原来的F119发动机的发展思路 成功开发出了F-135PW-100 F-135PW-400 以及F-135PW-600发动机 分别装配于F-35A F-35C和F-35B战机 而这就是F-135发动机项目的开端 那F-135发动机的性能有多强 为什么是最好的发动机 F-135是基于F-119发动机的核心机和主要结构衍生而来的 由3级风扇加6级压器机 加1级高压涡轮加2级低压涡轮等部件组成 进气口直径1.17米 最大外径1.3米 长5.59米 含道比0.57 总压比28 在原型机阶段时 其加力推力就高达178千牛 量产型整机重量为1670公斤 中间推力128千牛 加力推力191千牛 推重比高达11.67 是有史以来战斗机上安装过的推力最大的喷气式发动机 目前世界上推重比超过10的涡扇发动机 就只有F-135 F-119 以及AR-41 三款而已 与F-119相同 F-135也采用三级风扇 每级风扇都包括一个液盘 第一级液盘的中空液片 通过线性摩擦焊工艺 焊接在盘体上 然后再加工成规定直径 第二级液盘采用实心液片 使用相同技术焊接而成 气流在经过一到两级风扇加速后 会在通过第三级风扇时被一分为二 据PW公司的数据显示 会有57%的气流进入风扇含道 称为旁通气流 而剩下的43%气流会进入核心继续压缩 然后与燃油混合 燃烧成炽热燃气 再进入涡轮级 从而产生最大28000磅的干推力 而且F-135发动机是有一个6级高压压气机单元的 每级同样都采用了整体液盘 旋转方向与前面的三级风扇旋转方向相反 HPC前两级液盘采用钛合金制造 由于气流经过每一级的压缩后都会变得更热 所以后面四级液盘的材料要更高级 用的是镍基合金制造 以便能承受更高的温度 F-35在做常规飞行时 气流在被HPC压缩进入燃烧室后 其气流压力会是刚进入风扇室的28倍 而当F-35B在进行悬停飞行时 这个比值还会上升到29倍 值得注意的是 在冷却方面F-119和F-135虽然都采用了单级高压涡轮 但是F-135的冷却流量却比F-119增加了一倍 其原因据PW公司总经理Jim Cairng透露 是因为F-135的所有转子叶片都采用了一种以镍合金为基础的新铸造工艺 这种铸造工艺可以使转子叶片表面产生很多内部小孔 加上液片上涂有最新的热胀材料 所以才有了加强版的冷却效果 而当气流到了低压涡轮上时 因为F-135采用的是两极设计结构 比F-119的单极高极 所以能提供更多的输出功率 其方向与HPT旋转的方向相反 而之所以要这么改动 是为了满足F-35B TOVR要求 要知道F-35B发动机的LPT所在的低压转子 不仅要驱动风扇级还要驱动一根传动轴 这样才能使加载座舱和发动机之间的 罗尔斯·罗伊斯生力风扇系统产生垂直升力 才能使得F-35B具有了悬停能力 生力风扇该系统由四大主要组件组成 分别为生力风扇 可调节面级叶片和三轴乘旋转模块喷管 以及滚转喷管组成 并且为了确保生力系统在服役寿命中的耐用度 罗尔斯·罗伊斯公司还对生力系统的硬件 持续测试超过15000小时 足以证明整个系统的耐用性和可靠性 另外 F-135发动机一开始就是被要求实现三型兼容的 也就是说F-35A所用的发动机 要能与F-35B C的保持尽可能多的通用度 比如F-135PW600 被设计来满足F-35B严苛的STOVR要求 所以需要一个额外的低压涡轮来驱动传动轴 于是为了保持通用性F-135PW100-400 虽然用不到 但都保留了这第二级低压涡轮 当然第二级低压涡轮也给F-35AC带来了一些好处 这级涡轮提供了大量额外的推力余量 能应对F-35潜在重量增长 而且由于F-135PW100和F-135PW400 无需为短距起飞垂直降落任务做出牺牲 因此他俩的可维护性也得到改善 总的来说 F-135的好体现在维护效率 体现在F-135的多用途和高性能 以及体现在具有出色的燃油效率和推力上 尽管这方面PW公司并未透露太多的细节 但已知的多驱燃油喷射技术 就远非其他发动机能比的 在飞行员的控制下 多驱燃油喷射技术可以为F-35提供一个平稳的 失推力变化过程 而且与F-119发动机相同 F-135的加厉燃烧式也采用了隐身设计 这两种发动机把多驱燃油喷嘴 隐藏在弯曲的静态导向叶片中 从而可以取消传统的喷油杆和火焰稳定器 而F-35外号之所以叫肥电 也是因为有F-135发动机存在 F-135和F-119一样都是轴流式发动机 具有大致相同的发动机架构 但依旧存在一些重要区别 如单发的F-35需要F-135产生高达43000磅的全加力推力 而F-119的全加力推力是35000磅 所以F-135需要比F-119更大的气流流量 为此F-135就加大了进气口直径和风扇直径 所以发动机总体直径也就变得更大 从外观上看去 F-35就显得臃肿粗大 就有了肥电的外号 而之前美国还打算给F-35换新减肥 用变循环发动机来替换F-135 但事与愿违 美国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传统航空涡轮发动机 无论是涡扇还是涡喷 发动机出来结构就已经固定 其热力循环特性也是固定不变的 因此一种发动机只能在一种模式下工作 它只能在有限的飞行包线范围内 才具备最好的性能 而变循环发动机不同 只需要通过改变发动机一些部件的几何形状 位置以及尺寸 就可以实现不同热力循环 当战机需要低油耗大航程飞行时 变循环发动机就通过调节可动部件 让发动机的寒道比增大 让更多的空气走外寒道 从而增加飞机的航程 而如果战机需要进行高速飞行时 它就调节部件 让寒道比变小 减小阻力 提高涡轮进口温度 让飞机拥有更大的推力 速度更快 总之相比于传统发动机 变循环发动机具有油耗少 效率高 推力大 重量轻 兼容性强 成本低 零件少 用途多 寿命长 对飞行环境要求低等诸多优点 那么这么优秀的发动机 美国又为什么放弃用它替换F-135呢 首先 绝对是五角大楼考虑成本原因 才选择的放弃 虽然换装变循环发动机 能够大幅增加F-35的航程 但成本过于高昂 可能会迫使空军减少升级机队数量 如采用全新开发的XA-100发动机 至少需要提供60亿美元的制造费用 这是美空军无法接受的 其次是因为 作为载体的F-35有点配不上变循环发动机 F-35一直被认为是一款机动性设计 赐予电子产品的隐身性能的战斗机 虽然有强力的发动机加持 但气动外形的设计 决定了F-35战机并不适合狗斗或承担截击任务 加上前两年 五角大楼就曾做出禁止F-35超音速飞行的决定 换装变循环就有些大材小用的 曾经 五角大楼对F-35进行评估之后 承认其机身结构存在设计缺陷 F-35B或者是F-35C都不能承受高速飞行 在高速飞行的条件下 其机体蒙皮可能出现脱落和损坏 机身其他部位如机体后部的天线 亦可能被损坏 甚至会诱发战机因为结构损伤而失控解体 因此 五角大楼要求 驾驶这两种机型的美军飞行员 不得进行超音速飞行 以防止失控坠毁 当然 美方也给出了一定的解释 超音速飞行中的飞机 红外雷达信号大增 这对于飞机的隐身非常不利 而F-35本身就是注重战场态势感知 以及隐身性能重于机动性的飞机 所以进一步牺牲机动性是可以忍受的 而速度的缺陷 也可以靠发射超远距离空空导弹来解决 只要在对手发现自己前消灭对方 就能保证F-35的战斗力 但无论五角大楼如何解释 F-35的缺陷依旧存在 它连F-35都承受不了 更别说造价性能更优秀的变循环发动机了 再说了 对于未来空战 美军绝对是要以六代机 以大次代战机来奠定未来空战优势的 2023年3月29日 美国空军中将迈克尔·施密特等人 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上的会议表示 F-35发动机存在重大问题 急需升级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 动力和热力管理系统 F-35的航空电子设备应该是世界上最复杂的 其包括一个机头EOTS 六个机身EODAS 有缘相控阵雷达 先进的电子侦察系统 头盔显示器 等等一系列跨时代的传感器和显示器技术 而为了将这些复杂的设备综合利用起来 F-35采用光纤总线 将所有这些传感器连接起来 为此洛马公司开发了2500万行代码 堪称军用飞机史上第一 并且采用了强大的综合核心处理机 ICP 一共是7种类型22个硬件模块 而如此多的传感器和模块 就需要大量的功率消耗 为此F-35还采用了30千瓦的超级发电机 而大量电子设备一同工作 就会产生巨大的发热量 发热就需要冷却 不冷却电子系统就会罢工停摆 而冷却能力的来源则是发动机 而发动机提取功率太多了 又会导致发动机本体的冷却空气就不够用 最终结果就是过度消耗发动机的寿命 而且还会出现弹舱过热问题 飞行很短一段时间 就得打开弹舱透气冷却 这样会极大影响F-35实战式的隐身性能 成本F-35缺陷 以及F-135发动机冷却能力不足 这些情况都让美国空军觉得 即使换上变循环发动机 也无法让F-35在未来空战中占据优势 还不如全身心投入到六代机的开发中 这样最终还能以带次优势 继续引领世界战机的浪潮 好了 关于F-135发动机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